預計今年將恢復到疫情前的96% 全球最大郵輪公司 皇家加勒比更是宣布 所有船隊恢復投入營運 各式水上活動 攀岩每11天24小時都晚不夠 三年來保住疫情衝擊的 郵輪產業揮飛過去 全球最大的郵輪公司 皇家加勒比宣布 所有的船隊恢復投入營運 在報復縣旅遊浪籌下 皇家加勒比過去7週以來 預定量創下了歷史記錄 股價更是從今年初 飆漲了49% 悶了多年的旅遊潮 迎來大復甦 國際航班量預計 今年就會恢復到疫情前的96% 像是澳洲國際航班數量 就從去年年初時的30萬次 到年底一口氣 暴增到130萬次 成長超過4倍 為了搶光商機 許多旅遊業者 也趁勢推出了極致奢華行程 被譽為世界十大 自然旅遊景觀 就在東非坦尚尼亞的 塞倫蓋提國家公園 裡頭的奢華飯店 住一碗最貴要1750美元 大約53000元台幣 最大賣點就是位處 原野中的無邊境泳池 游泳同時還能夠看到 大象 獅子以及花豹 就在你眼前活動 走到陽台 也能隨時發現驚喜 因為位在密羅西南部 藏著居住不到100人的 瓦卡其納綠洲 在烈熱荒芜的沙漠當中 成了如海式蜃樓般的景象 在這裡遊客可以體驗滑船 滑沙等活動 也被選為是此生必去的夢幻美景 記者綜合報導